這個就是石劫美第一期的洗字區 石劫美洗字區,我表姨媽住在石劫美洗字區 每年新年穿了新衣服 就去我表姨媽表姨長的地舖 跟她去拜年 她們樓上好像三樓在女洗澡房旁邊 第一個單位就是她們的 有一間地舖是賣金魚的 賣金魚 另外一個親戚叫三婆 另外一個三婆開割玻璃店 割玻璃店 即是割鏡、透明玻璃那些 我表姨媽開割賣金魚 賣金魚怎麼賣呢? 我找一次跟大家說一下 記住以前冬天很冷很冷 和現在的冬天是兩回事 有機會再說一下這間大坑東 現在這張照片是1999年的視影 的士當時是新穎的 CJ牌 我表姨媽認識羅浩佳 是街坊來的 但是在網頁上查到羅浩佳 好像出身都是中產出身 其實跟我表姨媽說的事情 就很不是 因為有些人發了答 就不像我這樣說出來 我是住洗字區大的 我是幾歲大就搬入洗字區 有些人發了之後 就把不好的就抹掉了 那我就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那我都很 proud of自己是 住洗字區 因為讀理工 憑著自己的學歷 移民加拿大 那說出來都很勵志 不需要抹掉 然後說不是啊 我是住九龍塘大的 不需要的 那羅浩佳 就和我表姨媽是朋友來的 很熟悉的 那大概都是什麼身世都知道 我表姨媽後來發達了 住九龍塘 有很多物業收租 是建築公司的士頭婆 那 不知道啊 羅浩佳 羅浩佳啊 沒有線的 彈兩下電子琴 教有人唱歌的 那個 很聰明的 那 你說我說的 如果他不滿意我的 就打一個電話給我 對質了 發覺我說錯了 我就 拍到一套片道歉 把現在這個影片下架 搞不好 cast